大家好,这里是佛之园频道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鼠鼠、鼠牛、鼠兔、鼠龙人 2024年身上带衣物,财运挡不住 鼠鼠人2024年龙年带什么好 鼠鼠人在2024年佩戴贵人生肖 是非常不错的 比如生肖牛的迹象物 就是很好的选择 进入龙年以后 鼠鼠人 虽然个人发展情况比较理想 但是有时候性格太过于高调张扬 很容易因为言行不当而得罪人 甚至还会给自己招来一系列的是非 而佩戴贵人生肖奇强物 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改善鼠鼠人的人际关系 更能吸引贵人到身边来 广结善缘 以和为贵 和其身材 无形当中 自身性格当上的一些缺陷 也会有所改善 行为作风更加稳重 随和大方 这些都更有利于 事业生活的稳定开展 粉水晶 鼠鼠人在2024年佩戴粉水晶 也非常不错 粉水晶是一种 有利于感情发展的风水吉祥物 鼠鼠人这两年的桃花运都比较旺 正缘旺盛的同时 烂桃花也伴随而来 而在兔年由咸池 带来的烂桃花情缘 还可能延续到龙年 稍不留意就陷入情感纠葛当中 会给自己的生活和家庭 造成极大的干扰 配戴粉水晶则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化解烂桃花的影响 对感情的发展 能够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 特别是恋爱中的小情侣 在粉水晶的作用下 恋情甜蜜恩爱 感情进展会更加顺利 不过粉水晶在佩戴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妥善保管 避免出现磕碰或者是裂痕 否则可能会影响到 吉祥物的风水效果 黄金类手饰 鼠鼠人在2023年 也非常适合 佩戴黄金类的手饰 黄金是一种 比较常见的装饰品 具有收藏和装饰的价值 佩戴黄金手饰 可以强化鼠人的聚才能力 帮助他们把握好 手中的积蓄和产业 避免出现财运流失的情况 特别是那些平时花钱大手大脚 没有节约意识的朋友 佩戴黄金可以降低消费率 避免出现铺张浪费的情况 而且黄金也可以强化鼠鼠的气场 让他们变得更加勇敢自信 不管是在为人处事还是其他方面 都会表现出乐观大方 积极向上的一面 所以鼠鼠人如果不知道 佩戴什么吉祥物比较好的话 黄金首饰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2024年鼠牛人 犯太岁开运吉祥物品 平安符 鼠牛人在2024年 可以随身携带平安符或者是护身符 这样都能够起到很好的效果 最好能够亲自去寺庙求取 这样才能够展示出内心的前程 从而得到好运的庇佑 如果鼠牛人平时开车上班的话 最好可以将平安符 护身符 直接放在车里 这样可以确保个人出入平安 不会遇到可怕的交通事故 也不至于遭受重大疾病的打击 能够全年健康又快乐 葫芦耳坠 鼠牛人在2024年 可以佩戴葫芦耳坠 这样不但能够增加女性朋友 外在形象与魅力 而且能够有效 进化身边的磁场与环境 葫芦可以将鼠牛人身边 低迷的气场 全部都吸入到腹中 进行彻底消化 葫芦还可以招揽到 旺盛的气场 会让鼠牛人的运气变得很好 还能够让他们获取 很多意料之外的惊喜 比如说 在职场中通过个人的努力 得到额外的提成与奖金 这样会让鼠牛人对今后的生活 充满信心和希望 不至于选择颓废 本命佛 鼠牛人在2024年 可以佩戴本命佛 这样能够得到神明的庇佑 每当他们陷入困境 或者是处于人生十字路口的时候 本命佛就可以发挥出强大的功效 能够让鼠牛人生活 重新回到正轨上 佩戴本命佛之时 务必要更加细心 应该贴身佩戴 要轻拿轻放 不要随意让外人触摸 或者是把玩 上厕所以及洗澡的时候 要将其摘下来 放在干净干燥的地方 佩戴时间长了 不想继续佩戴了 应该妥善放在家里 千万不要别随意转赠给别人 2024年鼠兔人开运风水饰品 红色饰品 鼠兔人在2024年 可以佩戴红色手绳 这样能够 全面有效提升个人的综合运势 在职场之中可以取得好的结果 手头不会变得特别紧张 感情生活会很稳定 身体健康状况 也会特别不错 鼠兔人 除了可以佩戴红色手绳之外 也可以选择转运珠 这样能够有效逆转个人的运势 会让鼠兔人在犯太岁的年份中 过得快乐一些 不过一天到晚 总是处于郁闷烦心的状态之中 鼠兔人在2024年 可以佩戴碧席锡吊坠 这样能够让身体 吸取源源不断的友谊元素 还可以有效平衡周身的环境与磁场 鼠兔人的心态会变得非常稳定 遇到巨大困难的时候 不至于惊慌失措 与别人发生争执的时候 鼠兔人也不会在情绪失控的情况下 做出很可怕的事情 鼠兔人能够有效克制个人的情绪 还可以保持和谐的人际关系 环瑙手串 鼠兔人在2024年 可以佩戴环瑙手串 这样可以让鼠兔人的感情生活 变得很幸福 他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 肯定会得到伴侣的帮助与支持 心情抑郁低落的时候 伴侣也能够默默陪伴在他们的身边 环瑙手串还可以让鼠兔人 拥有甜蜜的婚姻生活 家人之间的感情特别紧密 不管遇到什么事情 全家人都可以携手共同面对 哪怕鼠兔人 本年度出现了重大疾病 或者是投资出现了巨额的亏损 家人都能够永远站在他们的身后 2024年鼠龙本命年 佩戴什么吉祥物好 相合鼠像饰品 与龙相合的鼠像 分别是鸡、鼠、猴 所以2024年鼠龙人 在选择开运风水饰品的时候 应该主动与这几个动物相靠近 如果是女性鼠龙人 那么可以在身上配戴可爱的小猴子吊坠 还可以选择可爱的小黄鸡耳坠 这样不但会让自己显得特别可爱 而且还能够起到化解太岁的强大作用 让个人的综合运势变得更好 如果是男性鼠龙人 可以在手上配戴小老鼠的手链 或者多穿一些印有老鼠图案的衣服 这样都能够起到很好转运效果 本命佛 鼠龙人在2024年 可以在身上配戴本命佛 鼠龙人的本命佛是普贤菩萨 随身使用能够保佑自己 全年平安健康 顺利成功 本命佛一定要通过正规渠道获取 可以前往寺庙 也可以在网上购买 但是不要为了贪图小便宜 随便在小摊贩处获取 这样效果可能不会太好 佩戴本命佛之时 必须要贴身佩戴 不要随意让外人触摸或者是把玩 平时上厕所或者是洗澡的时候 也应该将其摘下来 以免让饰品受到水汽的侵袭 影响其功效 桃木饰品 鼠龙人在2024年 可以在身上佩戴桃木饰品 这样能够起到曲血化煞的作用 鼠龙人本年度个人的气场 是非常微弱的 容易被斜碎之舞缠身 而在桃木饰品的保佑之下 鼠龙人的生活和工作状态 都会变得很稳定 当然除了可以在身上佩戴桃木饰品之外 也可以在家中放置桃木摆件 这样效果也是很不错的 可以放在玄关或者是客厅 这样能够让其发挥出最大的功效 起到镇宅保平安的作用 拿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 吉神相随 所求如意 逢兄化己 神志动达 幸福如意 心想师成 如意吉祥 万事圣意 财源广敬 孝口常开 生意兴隆 蒸蒸日上 福如东海 寿彼南山 年年有余 事事顺心 万寿无疆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 如意吉祥 愿三宝加持和护佑 留下自己的心愿 在评论里点赞祝福别人的心愿 自立等人 打愿就可以实现